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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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来向他说 向他挑战说 我们要宣告 死亡已经被打败了 好吧 我一起来宣告 死亡已经被打败了 我要喊三次 死亡已经被打败了 死亡已经被打败了 阿们 我们同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是你的恩典 主让孩子今天晚上站在这里 来传讲主你的话 我们主要来宣告 主啊 死亡已经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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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所服侍的这位主是又真又恶的主 谢谢你 求你恩告孩子的口 让今天孩子所传讲的主你的话 每一季都是出自你的心 每一季都是做你的意思 不是人的意思 求你恩告 求你祝福弟兄姐妹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感谢赞美你 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在1969年美国的太空人登上夜球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尼克森总统就打电话 他说该计划 他说什么 他说 这是自从上帝创造天地来最重要的日子 当他讲了一支计划的时候 他旁边那个谁啊 葛培里牧师就拿着他的衣服 他说 五十还有更重要的日子 不要忘记有复活节跟圣诞节 这两个日子其实更重要 对不对 特别是复活节更重要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前这个已故的印尼王 他也讲过一句话 他在复活节 他第一次在复活节讲的时候 光明终会胜过黑暗 他讲过什么 他说 耶稣来到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是要带给我们自由跟生命 然后他接下来讲到什么 他说 而复活正是皇亲他完成拯救的使命 复活可以说 所以难怪耶稣被钉在施架上 最后一句话就是 成了 不是完了 是成了 他已经做完了工作 所以难怪这个印尼王 前印尼王 刚过世不久 他就讲过一句话 耶稣的复活 复活节是欢庆他完成的使命 阿们 感谢主 我们服侍的这位主 是复活的主 在有一个的主日崇拜 所以有一位牧师就问弟兄姐妹 他说 谁相信耶稣复活的 请举手 哇 很多人都举手 差不多 差不多很多人都举手 他就 当然有几位还没有举手 他再问多一次 谁相信耶稣复活的 请举手 好 最后一次啊 谁相信耶稣复活的 请举手 然后 当然有一些人 然后 当然后来他说 看到有一些人没有举手 这个牧师这样讲 他就讲 那些没有举手的 还特别是信主超过一年的 因为你没有举手 就代表说你不相信耶稣复活 现在可以回去了咯 明白是吗 当然还没有信主 鼓励他停不下来听啦 不过如果你信主超过一年 你还不相信啊 那个牧师说可以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刚才这节经文特别 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 他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 你传的跟你信的都是枉然 枉然是什么意思 枉然就虚空虚无 没有用 没有空笑的 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复活 枉然或是可以说是 你今天在这里只是花时间而已 因为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 保罗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 你传的 你信的都是枉然 大家挖人了什么 花时间而已啦 所以死亡已经被打败了 也是一个轰动全球的事 在路加福音十二十四章六节 就有一段写着 主已经复活了 然后主果然复活了 其实这是一个千真万切的事 然后特别我很喜欢引用那个广东 广东话 广东电视 实际上讲到这个记忆什么 嗯 珍珠都没有这样整啊 听 广东话 我讲 对不对 实际上看到吗 我实际上说 珍珠都没有这样整啊 对不对 珍珠都没有这样整啊 对不对广东话实际上听 其实珍珠没有这样整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他是经得起时间跟空间的考验 明白是吗 耶稣复活是经得起时间跟空间的考验 是什么意思 已经两千多年了 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 特别那些反对基督教的 希望能够 证明 耶稣没有复活 已经 时间是两千多年了 空间呢 空间全世界 每个地方 大大小小 每个地方 都 都经过考验 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应许 改善人家说 珍珠都没有这样真 就是说 经得起时间跟空间的考验 耶稣复活 还有 基督教的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大家注意 基督教的重要标志 大家应该 它掉在这里的知道吗 十字架 对不对 十字架大家应该知道基督教的标志 不过还有一个 重要标志是什么 还有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实际上忘记了 空的坟墓 刚才我们讲到耶稣的父母 珍珠都没有这样真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上带十字架 是基督的重要的标志 其实 一个更重要的是空的坟墓 基督教耶稣的空的坟墓 跟其他的这些教主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的坟墓 看到吗 这个什么 摩尔摩德 孔子 释迦摩尼 全部不一样的 基督教 耶稣与其他教主的分别 就是坟墓 看到摩尔摩德他的坟墓还在 可能他的那个尸体 骨 骨还在那边 孔子 释迦摩尼 不过耶稣的坟墓是空 这是我们基督教 重要的两个标志 不是十字架 空的坟墓 当然有人问 耶稣空的坟墓可能是他的尸体 给人家偷掉嘛 对不对 其实圣经都讲 其实法利赛人跟罗马兵他们看到耶稣 就是 埋葬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 可能有了他的 门徒也来投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 罗马兵在看着的 罗马兵是 特别他们特别训练的 罗马兵他们都是特别 特别 有人说很强悍的 他们有一个试验 罗马兵有一个试验 就是什么 这个什么 Scopian 茄子 就是啊 你要 就是说他要给那个 Scopian 钉一下 钉 给他咬 看你巴士不巴士 骑走一个巴士 罗马兵 所以代表说 罗马兵看着那个坟墓 哇 是强悍的 不然当我们看到圣经 耶稣他不是 他复活 特别你看到彼得去看的时候 复活彼得看到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果布还在那边 是说耶稣好像 人家讲荣耀的身体复活 明白是吗 荣耀复活是好像荣耀的身体 所以当他门徒在这个 在门 门在里面 怕的时候 看到耶稣来到面前 他是穿过那个 墙壁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 那个布哦 在那边 如果你看彼得 他一起开那布的时候 耶稣他复活是一个 荣耀的身体复活 哦 所以当我们看 我们很感谢主 耶稣因为他的复活 空的坟墓代表他的复活 所以我们叫他叫做救主 今天重要的你们要写这个口 其他的没有复活的 我看到这些 他们只留下的叫做教条 所以叫做教主 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 今天这个是最重要的 救主跟教主的分别 哦 耶稣 耶稣胜过死亡 复活 所以 我们称他叫救主 而其他的没有复活的 他们只是留下 教条 所以叫做教主 哦 救主跟教主的分别 哦 我们知道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这些 就好像人 已经要沉下大海里面 就好像一个人要沉下大海里面 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 也就是当你是 特别是在 岸上 你就是要丢一个救生权 跟他拉上来 这叫做救主 教主呢 教主是在岸边才教他来怎样游用 啊 明白是吗 这个世界看到现在这样的堕落 这样的事情 你需要是救主还是教主 救主 对不对 哦 特别是当一个人要沉下去 你在岸边教他怎样游啊 怎样挖室啊 游有啊 什么自由室啊 当他学校看他沉下去了 对不对 不过我感谢主 我现在的人 这个世界需要的是 在岸边丢一个 这个游泳签 然后给他抓住 拉上来 所以叫做救主 明白意思吗 这个很重要 救主跟教主的分别 所以特别你跟人家穿复应很重要 你要的是救主 还是教主 叫这个 记得这个图啊 人要沉下去的时候 需要是救主 还是教主 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卖主仔啊 很多骗钱啊 对不对 那些很厉害的说 我们骗的是教主 他是叫你 啊 救教主而已 现在世界是需要救主 在 在 几年前香港游泳的新闻 看到吗 明星风水师 看风水师 招货买 或是 孝庆 沐沿山迷 青鞋 明星风水师 活埋师 这个很出名的明星风水师 他 当然我上网看到他跟很多明星 著名的明星啊 王明谦啊 很多 大明星啊 都 跟他很好的 这些大明星 要看风水的时候都是找他 所以他 叫做 明星风水师 不过那你知道他有一次去看风水的时候 也 这个你 埋没 我来看他的这个video一下 有没有神明 神明 祝祝师傅做仪式 师傅宣祷星期日下午 就是落葬吉时 错过的话 李家可能有劫数 当日师傅带两个蓝毛师傅 李家亲友 工人一行九人上山 但两个女亲友要先行回避 吉时一到就将金塔埋在墓中 正是 准备 第二天 由他来自当历 三年 一个人 面因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感谢主人今天耶稣他是复活的主 胜过死亡了 所以他才叫做救主 我们感恩全部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复活了 记得不要一次改是牧师叫 谁相信耶稣不过你没有棘手 他说现在可以回去 抓住这个应许 这个很重要 我们是救主跟教主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想到那个风水师 自己都照顾不知自己 算好好了日期 时间不过自己都给他 土奔掉死亡 所以刚才保罗就说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和其他的教主一样 我们只是救主 只是教主不是救主 所以连耶稣自身都死亡 不能自救了 只能救我们 所以我们感谢主 其他的宗教只是留下教条 只是教主 所以我们基督教的 这个信仰的根基 已经如果是没有复活 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就是我们已经没有 这个根基的存在 另外所以当然我们 这里我们没有念这个使徒信经 很多教会都有念这个使徒信经 这个是代表他的信仰的根基 其中一段就是 我信圣力复活 我信永生 就是相信这个 这个使徒信经是我们的根基来的 还有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他刚才十四节我没有读过 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信的 也是往南 往南记得啊什么 花时间而已啊 然后我们人在最终 刚才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人在最终 然后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 第十九节我们就在今生 我们没有来 没有对来世都没有指望的 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还有十九节说 我们比众人更可怜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每个礼拜来这里做崇拜 我们花时间 我们比外面的人保罗所说的 我们比众人更可怜 然后保罗讲多一句话 他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第三十二节刚才没有读了 不过如果你读格林多前书 十五章整章 是讲到复活 第三十二节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了 因为明天都要死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圣经中当然也有提到很多人 死里复活 包括最近也看过一些的新闻 包括我看到一个牧师 在联合国去见证 他从死里复活 圣经中也有看到复活 我看到这个拉萨勒 拉萨勒这个玛达玛利亚的弟弟 拉萨勒十里复活 然后这个拿鹰的杜生子 这个耶稣经过 他就移至他 然后亚鲁的女儿 这些都从十里复活 包括现在最近 我们报纸都会看到有人 十里复活 不过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些人复活 但是过了几十年 他还是要死 对不对啊 即使这些人 十里复活 我们看过 包括那个 有一位牧师 他在年后过奖见证 他十里复活 不过他现在也是死 不过我们感谢主 我们看到 耶稣他的复活 却不一样 他的复活 是天父的能力的复活 所以他的复活 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可以先告 打败了死亡 打败了死亡 感谢主 所以当然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 耶稣复活的正绩 耶稣复活 不过我们正绩 如果有人在坟墓里 找到耶稣的尸体 或是骨头 如果能找到耶稣 尸体或是骨头 那就先告基督教 是一个网言 没有根基的 这个宗教 对一些的 不相信基督的 或他们拼命 能够找到一些的证据 来证明 耶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的宗教 是没有根基的 基督教的根基 的信仰根基 是建立在基督复活 还有是一个事实的 所以我们的根基 很重要的 基督教是讲到 耶稣的复活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些的 基督的复活的证据 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在英国 英国有一个 有一个律师叫做 Morrison 他写过这个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这个华文字叫 牧师 贤迷 他是一个著名的律师 他从无神论 最后成为相信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 以他的知识来讲 人不可能是复活的 他不可能复活 本来他是想揭发 这个复活 是一个骗器来的 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 去找各样的证据 来证明 这个复活是假的 不过当他 越深入地研究的时候 他最终不得不承认 这个复活是一个事实 最后他 从无神论 变成相信耶稣 这个一个很出名的 Morrison 就是英国的律师 还有我们也刚才 这个 刚才我们也没有读了 不过从这个 15章 格林多圈15章 我来看一些15章 15章5到8节 看到吗 他这里说 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最后一时 显给500多个的弟兄看 以后显给雅各看 跟众使徒 也显给我保罗看 这个是保罗写的 我们看到 然后耶稣他开始 他复活了 他显现给这些的 基法就是彼得 然后给这些十个门徒 他跟十个门徒在一起 然后他也是跟500个人 500多个人 他总共给500多个人看 然后 这个是他向这个保罗显现 最后跟他这些门徒们 四十天之久 最后他才接去 这个天上 那个云彩接他上去 所以耶稣复活 跟门徒四十天再一起 最后才升天 这里保罗说 所以证明耶稣的 复活是真事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使徒 他的生命的改变 当这个耶稣被抓的时候 钉在十架上 我们看到很多 他的门徒 全部都逃跑掉 都是躲藏的 只有几个妇女 都是在下面 对不对 所以很多都跑回去 跑回去做就业 去打鱼等等 不过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这些门徒就传福音了 为 宣称耶稣 仍然获作赦免 还有这个四永生 他们就传福音了 因为他们看到 耶稣复活 特别是 当然经过五寸戒的时候 神的灵充满他们 他们就传福音 所以他们甘愿的为主 必不受苦殉道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看到 有被斩首的 钉十字架的 有被势头砸死的 有毒打致死的 西伯来书十一章 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就提到这些门徒 最后他们为主殉道 因为他们看到 耶稣的复活 他们愿意的为主 传福音 当然为主来殉道 现在我给看一下 这个彼得的例子 这个彼得的例子 我讲一下 这个是 大家看过吗 我还没有退休的工厂 我曾经讲过 分享过 门徒的 这是我 Test Camp 我在那边做 做了十八年 只要退休 还有这个 这个大家认识吗 再见附近的 Aion Aion 它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什么 Sousie King 现在还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很久没去过Aion 不过我在 我家Snowang 对面 有一个Mindin 它也是有 那个Sousie King 所以 其实我的公司 跟这个Sousie King 是有 姐妹公司来的 姐妹公司 它的老板 当时的老板 是Yamazaki的 董事经理 他管理我的公司 又管理这个Sousie King 所以有一次 当我在这个 午餐的时候 我在吃饭的时候 这位Yamazaki 他就来到我面前 在坐在我面前吃 吃的时候 他就问我 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说是 我是基督徒 他就问我 你有没有 那个基督徒的名字 有没有名字 我说没有 我没有用 有名字 然后他就讲 他讲什么 他说 我是天主教徒 教徒的名是彼得 但我不敢用 很麻烦 他说很麻烦 为什么 他说 三次不认识 他是 他是整个集团的 整个 全马来西亚的 这个Sousie King 差不多整百间 以前他管的 包括工厂 所以他说 后来我就跟他讲 没有啦 彼得 后来彼得 你看我就回答 彼得复活 耶稣复活 彼得被神大大的使用 彼得最后被神的使用 我们看到这个 耶稣复活之前 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最出名的是 他三次不认识 对不对 不过当耶稣复活之后 我们看到他 第一次讲到 三千人信主 然后当然 后来耶稣找他的时候 看到吗 耶稣他要说 他没有 他要 耶稣说 他会为 为主 荣耀而死 他没有写是 倒定十字架 当然后来人家说 他是倒定十字架 彼得 倒定十字架 当然圣经没有写这样子 不过 对一些的 犹太人 他有记录 就是说当年 当这个罗马兵要开始抓这些门徒的时候 很多的跑掉 所以有一天 这个彼得 他们知道要抓他 他就逃跑 他晚上的时候就跑出这个城门了 离开城门跑掉 跑掉的时候 当他跑到不远处 他就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进来 要进那个城 他就赶快抓住他 不要不要进了 那一直到他看一下 原来是耶稣 穿白衣的耶稣进来 所以彼得就叫他不要进了 因为你进去 这个罗马兵抓到 就会顶十字架 不过 彼得叫他不要进 不过耶稣说 我还是要进 我宁愿被顶地了 后来彼得 彼得就抓着他 叫他你不要进了 我进去 所以彼得转回头 直接进 那城最后被抓了 被抓他们要顶他十字架 最后他说 他不配 跟耶稣一样顶十字架 最后他 倒顶十字架 倒顶十字架 这个是圣经没有写 不过别的记载说 彼得最后 倒顶十字架 他也是为主来殉道 因为 特别他 我们看到当耶稣复后的时候 这些门徒 他们灵愿为主来殉道 当然我们也看到 当彼得 最后我们看到彼得 他一致 一致的这个鞋腿 这个是在 使徒行传第三章 这个是 当圣灵充满之后 还有这个多家 有一个多家都十里复活 他都能够来移植 这是当时 这个是门徒们 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然后我们也看到 这个他们做什么 这些人 这些门徒 银子也能移植人 如果你看那个 使徒行传 就当他们知道 门徒们经过的时候 很多那些鞋腿 要赶快 排在那边 如果太阳晒的时候 银子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 都能够移植 当然很多 当时很多神器 包括那个危机 都能够拿去移植人家 这些都是 那些 如果你看这些门徒的神器 在使徒行传 现在我讲我的见证 我讲的热针 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最常去的地方 我没有信主之前 我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 Clinic 我每次晚上 晚上如果下雨的时候 天气冷的时候 我就很难呼吸了 所以第二天 我就去那里 你知道吗 巴林姓 巴林姓知道吗 我以前的巴林姓 是在那个 肯特基的隔壁 现在已经搬去那个 巴萨嘛 以前在本的 老的巴林姓 现在是 他的儿子开了 所以我每次都去的 为什么去拿MC了 不然来做工吗 因为我在忙 你看到吗 所以 哇 实际上去拿MC 就是在巴林姓 我每次都去的 常客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实际上去庙哦 为什么 因为我的儿子 哇 我的儿子 他 晚上七点出门 然后回来 晚上睡不了 叫了 肮脏啊 所以就去找庙了 千福龙的庙找得完 最后找到最出名的 就是那个 拉布的黑管银 拉布的一个 阿婆的黑管银 哇 拿三块六 拿一个蛋 一个米 一个一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手帕啦 包住 哇 捏捏捏了 回来擦了 可以睡了哦 不过两天 来了 明白是吧 这样子 然后去最气的地方 就是另外一个 是这个知道什么 这个打多工 球个球号码 明白是吧 这个好像那个 这个蚂蚁蚂蚁丢啊 这个在在那个 我家后面有那些什么 那个那个 红毛单元啦 就有这些 不过以前的人都是讲 打多工啦 去求四个号码 我有时求的很准的 会种的 我种过一次 不过后来 然后就去去KTM咯 KTM是什么 可爱都多名的嘛 好 就去买吧 真的是 以前还没有信主 就是每天走这些的 好 没有信主的 真的后来 那个谁啊 我太太的二哥带领我信主啊 我说 带领我信主可以 不过我要买完这票 如果不要买啊 我不要不要信啊 因为 一定要种啊 对不对 不过后来他说 慢慢一点 买越来越少 可能这样 这样OK 对不对 不过感谢主哦 感谢主就是我今天信了哦 明天 明天到现在了 我信了第一天 我信了耶稣 各天了哦 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哦 没有去过了 全部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信了耶稣第二天了到现在 本来以为可以万日票可以慢慢买 不要减少哦 不过感谢主到现在三十多年没有去过 把人们信都少了我生意 那个庙都没有了哦 这是 但是所以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 这些经过硬证了菲律宾书三章十节 这里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 富货的大能 这些都是因为他富货的大能 因为耶稣的富货 才能够胜过 或是我们可以说 以前风吻有你 现在亲眼见到你 不然他其实 已经预备了四四楼了 真的 已经预备了四四楼 最后没有 因为跌下来不知道怕去哪里 去到那个下面 更怕冷了 对不对 一样的我们看到一些的 富货的改变 马丁路德改教的经历 这个是马丁路德 跟这个马丁路德的太太 所以当马丁路德 他在十六世纪 他做这个改教的改革的时候 他面对很大压力 还有很大的这个打击跟挫折 当然有人 有那些反对他的 是要威胁他 所以哦 还有人放话其他的生命 当他感到无助的时候 他每天都躲在这个书房里面 不要出来 马丁路德 躲在里面 后来有一天他的太太就穿着这个校服进来 当马丁路德看到他的太太穿着这个校服 哇他很怕 很紧张哦 他就问他 谁去世了 你跟谁人待笑哦 马丁路德太太说 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后来这个马丁路德说 不可能的上帝不会死的 上帝永远活着那你会死 哦 不过他太太就跟他讲说 他说 我看你现在的样子就好像上帝死了 既然上帝不会死 你还忧愁什么 上帝会负这一切 你还担心什么 他太太这句话 给他醒来 所以他才站立起来 所以开始这个改教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太太的提醒他 他说上帝不会死 上帝永远活着的改变他生命 如果马丁路德改教不成功 我看今天我们没有步骤在这边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 因为马丁路德的改教 不然我们还是个人是天主教 因为他的改教 因性成立 所以才有今天的基督教 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很出名的 我们上次参照的诗歌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的 他的作者就是这个Gloria 这个女子作者 这是他丈夫来的 所以他有一天这个 一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Gloria 他怀着第三个儿子的时候 所以他当时他的丈夫 也得着病 病重的时候 他身体很弱的时候 还有他也面对了家住的这个问题 面对家住的问题 当时的这个国家也面对了一个问题 那个尼采啊讲的 所以当他无助的时候 他就祷告 就祷告 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幕一幕的照片 一幕的在他眼前 他看到什么 他就看到 上帝 天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 然后 然后看到这个耶稣围坐 世人钉在十家上 然后三天复活了 还有这个死亡也被打败了 所以他就 那个孔的坟墓 他就看到那孔的坟墓 就是一个记号 还有耶稣与葬圣的死亡 和这个邪恶的世界 他也看到 一个家人将会面对的明天 所以他的困难问题都会过去 生命将充满希望 所以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就写下那种诗歌 因他活着 所以我看到因他活着嘛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不再计划 我深知到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的希望 只因他活着 就是他面对神给他看到 他就写的这首诗歌 因他活着 所以总结 死亡已经被打败的反思 今天 我们可以向死亡先告 其实很多人讲生老病死 是跑不掉的 不过我们基督徒 我们可以讲生老病死 复活 因为我们也许复活 我们都会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信的 也是晚安的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仍在罪中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只有今生才有指望 我们比众人可可怜 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了 因为明天要死了 所以 我感谢主 我们今天 我们信靠的是一位 复活的主 也是一个旧主 然后 没有复活的 只是一个教条 留下的教条 教主 最后 以这节经文 以大家来分享 格林多签书 十五章 五十八节 整章 最后那段 最后一段的 我们来念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 不是偶然 不是土然的 这是总结 格林多十五章 总结保罗 给我们这节经文 所以 就是说 当耶稣复活了 耶稣确定复活了 所以我们要怎样讲 这里说到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调动 基督已经复活了 我们在信仰上 要兼顾 不可摇动 这是保罗的 第一个的欠勉 第二个 竭力多做主公 基督已经复活了 我们在事奉上 要竭力做主公 不失去热心和爱心 然后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 并不是土然的 基督已经复活了 让我们在信仰上 事奉上 这两件事情 都永远的加持 我们劳苦将来 必得到主的奖赏 这是保罗的总结 所以这些经文记得 我们信靠耶稣的是一个 复活的主 他给我们这三个的 盼望 三个的允许 OK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所服侍的这位主 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 他已经得胜了死亡 主啊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也为座 主啊 给我们你的这个应许 叫做保罗 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 所传的 都是婉然的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 直到我们所 因你的复活 直到我们为你付出的 为你所做 所行的 都盟主的耶纳 都盟主的祝福 谢谢你 谢谢你 奉耶稣名祷告 Amen OK我们唱这个 婚姻师歌